火影忍者陪伴了所有人的青春 也塑造了不少生动人心的角色 不过大多数成功的角色都有一个悲惨的过去 一开始还以为只有主角名人那么惨 不过反派也比他惨啊 而在前期我最喜欢的反派就是大色环 在火影的设定里 有人觉得血统是最重要 有人觉得努力的精神是最重要的 有人相信锻炼身体也可以变强 在火影之中只有大色环相信科学 大色环自幼父母双王 他和自来也刚手是沐浴忍者学校的同期学员 在他六岁时候毕业于忍者学校 他被分配到三代火影原飞日展所带领的班级 他被三代火影评为 是个才华养育的少年 初十年才出现的一个天才 因此得师父器重 也让自来也产生嫉妒之意 认为原飞老师心中只有一个大色环一个 因此在年幼时期 他跟自来也的关系一直处于互相支持 同时也互相竞争的状态 就如卡卡西说的 就像名人和左座关系的一样 他第一次见到蛇皮时 三代告诉他 蛇像神者永生和幸运 而这两个词也概括了大色环的冷神 因为看到了父母及同伴的一个个的死亡 本性善良的大色环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 他想获得昌生不老从而学习世间所有的冷术 于是他便研究不老不死之术 以及复活死者的术 曾经初代火影族间和以致波般的集战中 初代使用木顿秘制制服的旧尾 但是在他之后没有人继承此术 要想制服为首 显伦人或木顿必不可少 于是木叶村开始亲近前村之地 为复活初代木顿秘术而做起研究 然而在自愿成为实验体的成年人身上 进行组结细胞移植试验 却不断失败 增加不少牺牲者 因此这番产生被视为禁术并封裂了起来 然而 大色环为了收集各种人数 所有人就在继续以被封禁的 主线细胞移植试验 他陆续绑架了村中的下人 中人 安部 以及木叶周边村落的60名婴儿 他从初代火影的尸体中 提起出遗传基因 然后把遗传基因注入60个 婴儿的身体中进行人体实验 但排斥反应很强烈 他们相去死去 第三代火影以及安部由于他的古怪行为 就在大色环准备处理尸体的时候 因为其他的食言暴露 所以大色环最后离开了木叶 他叛离木叶的时候 自来也曾经追上去挽留他 但还是无法改变他离开木叶的决定 后来自来也 也因为当时无法把走向欺怒的 好朋友欠回来而自责不及 他也因此连火影也不当 多年来都暗中追查大色环的行踪 不及后 在刚获得风魔玉祖的认同后 收到了来自肖组织的来信 大色环复野后 发现了天道佩恩的轮回眼 在经过对战一段时间后 大色环准备偷取佩恩的轮回眼 但却不敌佩恩 大色环对肖这个组织非常的有兴趣 他要加入这个组织 这里拥有大量的研究素材 在加入肖组织之后 他和谢组队 借此失控 此环待在左手小拇指上 相信在那时候 他的转神术即使还没完全成功 也接近完成 在以致伯佑交入后 优越想得到显明眼 他试图夺取以致伯佑的身体 当转身龙去 但被优的幻术定住 后来又因为以肖组织的目的不同 最终离开肖 离开肖组织的大色环 依然还是和牧业高层 志村团长 一直保持着利益合作关系 经过了12年后 他和四代风影罗莎结盟 二人联手进攻牧业 他派药书多做间谍潜入牧业村 而他自己也伪装一名来自草银村的 离众人考生呼噜牧业村 在死亡森林中 大色环遇到以致伯走柱 因为大色环 打算以走柱的身体当转身龙去 所以给了走柱天之咒印 并预言 走柱将会为报 以致伯一族被灭之仇 去找他追求力量 后来他暗杀第四代风影 并伪装成风影 让自己完全控制杀人的行动 他成功挑动起 杀人和牧业忍者之间的战斗后 以此私下伪装 在游云人四人中手围扯的结界里 跟第三代火影挑战 大色环 以绘图转身的形式 将初代火影和二代火影复活 并将他们的意识完全末杀 二人无法发挥原本的实力 他们叫战施 最初打得互相上下 三代火影虽被称最强火影 但由于年迈提出来 实力不如年轻时期 无法招架 只好使用 当年四代火影封印久尾的人数 撕鬼封进 三代火影 由两个影分身将初代火影和二代火影封印 由自己的本体封印大色环 三代火影最终为了完成封印大色环 只废了他的双手 让他无法使用人数 三代火影为什么要废除他的双手 是因为绝大部分的人数 都要以手解映和体炼查克拉才能使出 大色环 这把带领因人撤退 杀人后来才知道 真正的封印已被大色环暗杀 就跟木叶虫定合约 大色环这场木叶崩快计划 最终也失败告终 大色环因为受不了双手被风里所带来的痛苦 他命令四人中前往劝索佐助投靠他 佐助来到前 大色环不得不抛弃 已无法使用双手的身体 临时与忍者换牛犯的身体 进行灵魂转身 尽管后来 四人中和骏马里彻底死亡 但成功让佐助来到这里 并积极对他进行培训 企图用佐助作为下一个龙器 经过了三年之后 佐助认为大色环教他的全部都学会了 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他先发智能 冲进大色环的房间进行刺杀 大色环也不甘失落 使用摆石使医术将自己变化体型膨大的巨蛇 威力极为强大 大色环打算通过此处来占据佐助的身体 结果应身体虚弱 不抵佐助的血团眼而被佐助吸收 灵魂与力量完全被压制 后来在佐助和U战斗时 大色环好不容易有了机会逃出来 他从渐天日后 心血来潮得和U一较高下 结果被自己苦心寻找的十全卷封印 保密用了小百折 被U的天罩给烧死 还以为大色环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但案本并没有放过他 他帮大色环洗白了 在第四次冷戒大战 大色环再次的复活了 大色环在以制波一组的南河神色 利用之前留下的卷轴的内容 将被死鬼封进封印自己的双手 和前代四代火影的灵魂放出 并利用附身在走出身上的百绝 施展绘土转身 召唤了前四代火影 自己则以摆设形态逃离 因四处而病死的躯体 夺取了具有初代细胞的百绝身体 大色环在兜体内这段时间想通了 他选择帮助佐助 想要见这一个不同于自己的人生 由于大色环已经改写归正 并且曾在第四次冷戒大战中 大领英小队胜于成员立过功 所以不用再被列入叛人名单中 并且被允许再不涉及 他人生命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做实验 他甚至都还有了自己的一个孩子呢 大色环在整个人界 可以说是个天才 像他有能力站在高处服侍众生的人 要么会追求无上的权力 要么则追求更强大的自身 但大色环选择另一条路 在三人大战时 问起对忍者的遏制的理解 自赖亚的回答是 忍忍说不能忍自忍 大色环回答是协会所有人数的人 他是一个有完美主义的人 因此他无法容忍死亡的存在 这种心态不难理解 几乎人人都或多或少 有点对完美的追求 希望自己什么都血点 什么都会点 反而大色环的追求太高了 他希望自己什么都到达极致 反而对于这个目标而言 人的生命实在是过于短暂 一辈子只能做到这点事 实在是无法容忍 这假大了他对永生的渴求 反而大色环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优的存在 让大色环感受到了遥远的距离 如果要达成成为完美的个体的目标 自己的才能和身体显得过于有限 因此他开始对于自博兄弟出仇 佐助实在过于天才 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超越了自己 这是大色环受到的第一打击 而大色环在复活之后 看到钥匙都用自己多年收集到的 足以震动冷戒的 资料战在风口浪尖发动了冷戒大战 并且协会了先祖和手下的各种秘书 却也刚称完美的死裂残败于右的手下 这是大色环受到第二打击 而右也冰落着身体 短暂的人生 却看透了生死 超越了世间纷争 到达了自己永远无法到达的高度 这是大色环受到第三打击 三重打击的加持下 大色环的人生观受到了冲击 大色环是一个有追求的人 他也要改变冷戒的愿望 发动对木月的洗劫变成处于这个目的 在他原理 腐朽膨大的木月是阻碍冷戒进步的存在 他想成为一阵风 吹倒这个腐朽的大厦 吹了冷戒的变革 在看到自己的极限之后 大神环发现自己成不了这样的风 于是 他选择拥有更高天分 去成了自己和有能力的佐助来成为这阵风 因此冷戒大战期间的大神环 对这场战战的一切都不感兴趣 他只想提升佐助的能力 看看佐助这阵风到底能吹多眼 在看清自己的极限 发现并没有这个能力之后 选择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应该说大神环是一个出色的家长 他没有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继承人身上 他只是倾注了自己所能 经历的帮助下一代走得更远 他是天才的忍者 伟大的科学家 洞察人心的领袖 开悟的哲学家 幸福的独行者 他有无穷的好奇心 无论是对事实还是对邪闻 这份好奇让他在生死线界模糊 灵魂捕灭的火影世界里也不肯安息 他仇恨过 但仇恨从来都没有成为他的主要动机 他失败过 但绝结时他却笑到了最后 尽管他选择了成为失败高人 但凭他附下的局影响得人 如果他决定出手 大约能再颠覆一次乾坤吧 以上的就是简单的大神环介绍 如果你们对大神环有什么看法 记得留言按赞给我知道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